护理学系是获得了教育部新南向学海竹梦计划补助 四名同学今年暑假到泰国西北大学观摩国际护理经验 我们这次是教育部的一个新南向学海计划 然后我们个人申请带着有护理系的三年级 要升四年级的四位护理系的同学一起到泰国的清迈 我们在泰国清迈的西北大学总共学习交流了一个多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学生有机会进入到一个课程 跟学生一起上课 同学在6月20到7月21前往泰国海外实习 进入西北大学的护理课堂与泰国学生一起学习 体验不同的教学方式 参加这次泰国西北大学的学海竹梦原因 主要是想要去了解一下泰国的医院的体制 还有他们的护理环境跟我们台湾的不同 那以及他们在护理的学习的过程上面 会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那以及说我们可以从中去得到 有没有更多的启发 那也可以发现他们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都是非常认真 然后非常融入到他们的情境当中 然后也可以发现他们的技术 跟台湾技术的有一些些许的不同 那在技术上面的操作 他们是由一个老师去带 差不多10到15位学生 然后一对一的去做指导 然后去帮学生去雕说 你的技术哪里有问题 然后技术哪里要加强 然后所以这次我们就还蛮有 就一个特别的体验可以去 就是弄弄看在台湾数没办法 护理师数没办法弄到的技术 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做缝合 其实这里面是我最喜欢的 有趁这个机会在泰国这个机会 我们有很努力很认真的 几乎把每一个K动的模型都弄完 然后老师叫我们有没有想要再练习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很踊跃地去做这项技术 其中一个个案 它的环境是真的非常非常不好的 像是地板都是土路 然后进到房间里面 它的那个地板是非常不稳的 走路要很小心 那我们就有看到说 连这样的一个区块 他们都是有照顾到的 学生也参访了当地的社区和医院 观摩学习泰国的护理临床实务 学生反应良好 未来也将持续深化国际交流 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 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